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三切梦境 永违的全 此地众生都不休息 各位维新贤士 各位死亡散知识 本维新圣教的文化基础就是《易经》 《风水》和《宗教》融合而依 这是非常完整的三次因果律的防范与蔚然 他刚才所说的两个案子 这影响到整个的社会的和谐 这个因果未来你怎么去除呢 确实不简单啦 因因果果 果果因因 恶报 丝毫不爽耶 所以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凡是要用《易经》 《易经》就是知英国 知吉凶 而你的《风水学》问题 对与不对 你要用《易经》 《易经》 就是天理的大指导师 《风水》就是天理 若是一个人都违背了 《风水》就是违背天理了 若是我们不懂《易经》 然后你想要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庭 结果 违背了天理 所以《易经》就来了 那怎么办 后悔一辈子来生还在后悔 曾经 某一位信徒 在国外 住家 戴得很漂亮 所以 在国外 住家 住家 后面地很宽 在后面就是做一个游泳池 有一天 这个家族人 跟着亲戚一直到宣活树来 拿到一张图 设计图很好看 很漂亮 选美国 设计家 设计的 后面一个水池 这里是住家 水池又是长的 水棺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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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一个 会损钉 上山 下水 水里龙神山山 就损钉 山上龙神下水 也是损钉 在损钉 和钉 这一位信徒 就 很不高兴 意思是说我在眼红 他们在国外赚了钱 他请 美国 名设计家 帮他设计 所以他 就想 不要谈 没有关系 我回去再想办法 好了 那我也知道他的意思 鎖不得 结果过了一年半 又回来了 回来到生活室来 眼泪流出来眼红了 说他的儿子 就是 一个女儿 游泳两个 溺斃 死在 这个池里面 然而他的事业 就被 毁掉了 整个公司 面临破产 问我怎么办 我说没有办法 只有36G 作为上册 没有其他办法 老师师傅 不能用符咒吗 人死了 符咒有什么用 4月半有什么用 所以回去就被拍卖了 那儿女也都死掉了 很后悔 就是换了三次英国 英国律的问题 在疫经风水学上的报应 是毫不爽 所以请各位微信弟子同修们 一定要把疫经修好 把风水学修好 把这个例子 把这个例子 想起来 心里 就很难过 难过也无补于事 无忌于事了 还有一位 我们的老信徒 女婿 也赚了钱赚了不少钱 他就去山区 找一块地 要来盖 别墅来住 这个别墅呢 这是山 三 路 路 这 六 很宽 西 和 他的房子 他的房子 盖这里好好的 原来 原来 人家盖在这里 他经常买来了 地都是同他的 就去请教一位先生 说你的八字命 东西四命不合 哪个房子你不能住 你要坐到这边来 东西四命 这边就像这样来 这个是上山下水 上面没有 前面没有水 山压顶 泰山压顶 然后后面水 背水一栈 背水一栈 所以他盖好了 盖了还蛮漂亮的 照片照给我看 我说你怎么盖这里 他那先生 忽悠平的先生跟他讲要盖这边 后面 扛 扛扛 扛在这楼 后面的赚钱 这也没人知道 我那死没人知道 背水一战 探钱没人知道 料没人知道 死没人知道 前面泰山压定 你不吃头天 人家来这一间起来就好事好事 你有时候起的多大 要水一戴 这些报的 不太好 所以这位信徒先生也不敢说我错了 到底哪一个先生我才能相信 你可以全部都可以相信 就是要相信英国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你要相信这个因果律 你一定过去生没有修善斗 过去生先是带了罪业来 才会让这个天梨来相报 这位先生说 叔叔啊 怎么天梨我又没有换天梨 过去的你没有看到 现在到了 风水学就是天梨 违背了风水学 然后你就换了天梨 换了天梨 你怎么样跑也跑不了 就天都帝王啊 天都帝梦啊 所以 这位先生 他问我怎么办 我也没有办法怎么办 看着办 点点探机没人知道 你烦恼才没人知道 所以各位同修 您要注意 不要小看 一个风水学一个罗盘 就已经告诉你了 善恶因果 全部在天地盘 罗盘里面 罗盘的风水学 罗盘的风水学 罗盘当下性 时代性 就是风水学 是因果丽暴爽 不绕法门 全生你有中恶因 这一生你一定会 患上恶报 恶报 看得到 恶因 看不到 所以有一次 一位信仆先生 所挂的吧 都是恋诸佛诸 表面看来 昏流修行的样子 我看他愁眉苦脸 我说你的烦恼佛也救不了 菩萨也救不了 我也救不了 你的执着 以为佛诸恋诸 拍几刀拍 到处借钱就不要缓 老叔你怎么知道我借钱都不缓 我看你的表现就知道 我不是不缓 没有办法还 你就没有专心要做事业 你像我拍的 四个去跟他拜奉 执行执行执行 你就有钱贪了 不可能的事 你赶快 这个佛诸 摸摸起来 摸摸起来 我说我这么不缓 佛诸佛诸佛的授祭 你这衰尾当人 我如果把你拿起来 我就跟你同样衰 他说没有啦 我没那么衰啦 如果没那么衰 你怎么会来 我知道你知道我心疯了啦 所以 这位先生呢 我先佛诸 我拿个塑胶带给你装起来 好好 再去工作 不要 忙佛诸 来帮你的忙 佛诸有口不说话 佛诸要怎么报你 一条纸来谈呢 菩萨有口多嘴婆 菩萨要说话给你听 你有听不下去 执名不悟 众生无口话最多 千千变幼佛诸 千千变幼佛诸 你就哭哭哭了 所以你永远也背不出来 我做三句话 告诉你了 自己叹一口气 不用叹气 好 都会去找工作 去买翻乳就好了 买翻乳也不要 玉米了 所以他回去就去 中国医药学院 旁边 一个公园旁边 去买翻乳 在买翻乳来卖 卖到三更半月了 赚了钱 再继续做 做了三年 有一天我到 中国医药学院去看了我们的病人 加持结果在哪里叫我 老师 老师 我的款的面向全部变了 我说你要吃 你跟他说叫我买翻乳 我才想到 找不到工作就做 我就卖玉米 玉叔叔 所以他经济稳下来 孩子的学费都够了 老婆的化妆品也够了 这个就是英国 因为你有这个善因 所以老祖菩萨 告诉你 你要往哪个方向 去做 结果你要有欢喜信受奉行 你必定能够圆满 所以各位同修 若是你们有什么事情 老祖给你们的启示 你们要用意 普挂 普挂 了了分明 能做到 做生意 才要忘 主持鳥 也要出现 四遥 不能破 四遥破了 与你无缘 才破了 做事做 这不是你要赚的钱 这不是你要赚的钱 主持鳥破了 你的技术程度还不够 兄弟要动 就表示劫财先会来 官鬼要动 表示你要做这个工作 这个事业 或者投资 必有官司 把父母要动 就是要注意 不要与人 大官司 要有智慧 要会规划 所以用意 你可以立人 和立天 学意 可以给自己 安心 所以 这也是三四因果 我们不谈过去生 谈现在 当下性 当下性 你有机会 来学习 易经 研究风水 和修行宗教的 法门 那你就是 全生 有这种善因 这一生 就是善果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今天这么多的同修 你们回来参与共修 首先要先肯定自己 全生有善业 没有恶业 如果是你 全生有善业 按照恶报 丝毫不爽 所以 我们下一节 会来为各位 残劫 活说了三四因果经 也当下性的 三四因果 就在眼前 不是在未来你看不到 眼前 马上看得到 有如 我们搬来现活室 不久的时候 有一位在普里 女菩萨 太太 他满身 都是余灵 一粒一粒的余灵 這樣又养 养的 藥都没有效 什么都没有效 那 轮到 他要家属 就是 好 经过都炒了 我送你做什么行李 你去买鱼 对 他在卖鱼 你去买鱼 你去买鱼 虽然不买鱼 鱼 鱼 就打了 就死了 刺刺刺 黏了 一斤就落 一斤就落 你去买鱼 你就是做这个生意 这因果月报 已经到 所以 我说你 事业做了 你也不知道三四因果 那么 既然犯错了 知过必改 善莫大焉 你要到 埔里的城隍庙 城隍爷那里 向城隍爷忏悔 说你不要再卖 不要再杀生了 这个鱼 那 求城隍爷 消他的罪业 他就不再卖活的鱼 所以 他忏悔 我去联系要忏悔七天 忏悔七天后 有一天 早上起来 突然间 满床都是鱼鳞 吓了一跳 结果身上看了 那个 一直脱掉了 所以 脱掉了 就又来这里给我看 像老主 扣温 指的是一条明路 所以 三四因果 是有报 不是没有报 时机 是有味道啊 听到吗 那我们 休息一下 继续 再为各位禅节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来